新竹不一样 幸福正备羊 欢迎收看领头羊会客室 我是黄家慧 今天我们的会客室很不一样 我们是姚生变成了我们的领头羊大厨房 而这些我们看到桌上 丰富又营养的菜色 正是我们新竹县嫂朋友 吃的聪明营养午餐 而什么是聪明营养午餐呢 今天我们就有请到我们的厨师团队 来和我们大家好好的介绍了 首先我们来介绍我们的灵魂人物 也就是我们的大厨 我们的钟破山 新竹县长杨文科 欢迎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总厨师杨文科 大家好 所以县长人叫阿基斯 那你就是阿文师 阿文师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了 接着我们再来有请我们的成功国中 我们的营养师杨燕盈 营养师 好主持人好 各位来宾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成功国中营养师 杨燕盈营养师 欢迎 接着我们再来欢迎呢 我们的前胜利国中校长 也是现任的都学黄曾鑫校长 欢迎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黄曾鑫校长 今天欢迎的这个厨师团队 阵容很庞大 因为今天这桌 满满的菜这都是你们摆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了解 那么首先呢 这个我的孩子呢 也在念这个小学 所以我也是这个家长之一了 所以就要来帮这个广大的家长 首先来发问了 那么 中博山阿文师啊 我们这个什么是这个聪明营养午餐 我们和小朋友之前吃的营养午餐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是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 因为我们台湾啊 大家都强调的是 让小朋友吃的好 吃的营养 让他发育更好更茁壮 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些观念 那现在我们不一样了 我们新竹县政府是第一次把这个营养午餐 我们把它改为聪明的营养午餐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要让小朋友 让这个国中小的这些同学 要让他具有这个在课业很繁杂的时候 他必须要有很好的记忆力 同时也让他要有很好的一个思考的能力 所以我们现在不只就是说要营养 而且要吃的很好 让他有这些可以更聪明 所以我们都知道过去吃的就是牛奶鸡蛋啊 对 让他补充营养 现在我们不是这样 我们的聪明营养午餐 就是要用Omega 3 这个比如说这个深海的鱼 这个骨类 豆类 还有这些坚果类 让他吃的以后更聪明 更有营养 所以我们推出聪明营养午餐 校长是不是听说师生啊 如果可以针对自己喜欢的菜色 我们还可以来提意见 然后呢 有可能纳入到菜单里了是吗校长 是的 因为如果有这样一个机会 让孩子们可以提出他们喜欢用的 而且吃的健康吃的喜欢的 这样子的一个午餐的菜单的话 他们真的是很乐意 在导师或营养师适时的一些建议 或者是每周的一个班会的时间 可以讨论自己喜欢的 或者是我们比较营养的 或者是每个月我们有午餐委员会的时候 可以导师那边提出建议 然后给午餐委员会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个 有营养卫生的一个用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建议 那当然还有每个学期 我们都可以透过孩子们去讨论 他们之间对午餐的一个满意度如何 比如说食量的问题啊 或者是他们所谓的一个卫生啊 或者是菜色啊配色啊 或者是整个厨余的一个量啊 哪些是他们喜欢的 经过这样一个热烈的讨论之后 我们再看看这个满意度 作为下一次我们在菜单订定的时候 做一些参考 哇所以这个菜单除了要营养之外 这个重要的是也要小朋友喜欢吃嘛 喜欢吃他就会爱吃 所以这个才能够达到 我们真的希望他们能够吃的头好壮壮 而且能够吃的聪明 那接着我们就要请一样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桌上满满的菜色 这些菜色里富含的这个营养元素呢 好其实我们今天准备了两套的那个 聪明一样午餐 那第一套呢比如说是南瓜 腰果烧鸡 还有我们的胡麻温沙拉 还有我们海牙味噌小鱼汤 还有这个我们的生绿色蔬菜 那另外一套呢是我们的黑豆花生猪脚 以及我们的番茄炒蛋跟生绿色蔬菜 还有我们小朋友很爱的玉米浓汤 那其实呢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黑豆花生猪脚这道菜呢 其实在黑豆呢是使用我们在地食农所生产的黑豆 那它除了有很丰富的植物性蛋白之外呢 其实呢它还有含有花青素 那它具有抗氧化能力 它对我们脑部的那个活化呢也很有帮助 那另外呢在猪肉的部分 那其实在学校的午餐里面很常出现猪肉 那它其实都是国产 然后要经过CAS认证的喔 那除了它提供我们热量之外呢 它其实还有一个很厉害的营养素 是维生素B1 它可以让我们稳定神经 让孩子们上课比较专注一点 那另外这道菜呢是番茄炒蛋 那番茄炒蛋其实在我们午餐里面 聪明午餐里面也很常出现 那番茄跟蛋呢 它有什么营养成分 那比如说像番茄 它除了茄红酥之外呢 它还有叶酸 那叶酸呢 是在我们孩子在发育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素 那另外在鸡蛋 鸡蛋这个呢 是它除了是蛋白质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卵鳞脂 那卵鳞脂这个东西呢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增强记忆力 那活化脑部 那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两套菜呢 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都有什么 深绿色蔬菜 那深绿色蔬菜呢 它除了有膳食纤维 维生素之外呢 它其实还有一个叫做植化素 那植化素呢 其实在我们的抗癌里面呢 是占有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那也是可以保护我们的细胞 脑部的细胞 让我们的思考比较敏锐 所以以上 为什么这些食材呢 都会在我们的聪明营养午餐里面出现 所以呢 我们要让孩子呢 吃的身体健康呢 然后又要有好脑力 我们的食材挑选就很重要 我们有那个营养师来帮我们把关 但是现在小孩子有一个普遍的问题 就是呢 有偏食的问题 我们就要请教我们的中坡山阿文师了 我们的聪明营养午餐 有没有把这点呢 我们来考量进去 我们怎么样来翻转呢 是我想刚刚营养师介绍的非常的详细 而且非常专业 那事实上我们过去都是所谓的营养午餐 那小朋友们有时候他是喜欢吃某一类 不喜欢吃某一类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改善他 我想最重要的是 让他参与这些票选菜色的活动 因为你有亲身参与的时候 你就有生利其境的感觉 同时你可以让他知道某些食物 是对你身体有什么帮助 像刚刚讲的 生利色的这些蔬菜 可以加强记忆力 因为同学们一听到 可以加强记忆力的时候 他本来不想吃的可能就会想吃 像坚果类的这南瓜 有些小朋友他不喜欢吃南瓜 可是南瓜跟坚果配在一起 他吃起来又觉得很棒 所以我想这个片子一定会改善 所以刚刚先生讲的 这个烹饪方式来的改变 然后再来让孩子 来知道这些食材的营养 那他自然就是有一些他不喜欢吃了 知道他的好处之后 他就会喜欢吃了 问一下校长了 开放学生来讨论 是不是大家来讨论这个票选的时候 讨论菜色非常热络 然后也来分享自己喜欢的菜色呢 他们经过自己喜欢吃的 除了透过问件之外 而且相互和同侪之间 做一些讨论以后 讨论出来 在我们整个营养师反映到 我们学校午餐 然后做出来之后 他们说 这是我们班最喜欢吃的 那三道菜 他们整个就是觉得说 吃起来特别津津有味 今天看到这么多的菜色 我们就请营养师 来跟我们介绍 几道比较特别的料理菜色 让这个电视机前的这个爸爸妈妈呢 我们可以和孩子呢 一起在家也可以动手来做 这样的聪明营养大餐 来介绍一下 聪明的营养午餐里面呢 除了要营养 健康之外呢 其实孩子口味也很重要 打排猪这道菜呢 其实呢 在我们餐厅里面常吃到 那我们就把它融入在 我们的聪明营养午餐里面 比如说我刚刚有讲到的 它有猪肉的营养成分 维生素V1 然后它还有番茄红素啊 或是一些九层塔 或是洋葱 它们很多的植化素 那这个对孩子都很有帮助 都有建脑的功用 那另外呢 有一道这个是像我们这个南瓜 像南瓜这道菜 孩子不喜欢吃 但是其实加了我们腰果 那烧鸡肉 我们就把它的时间 控制的比较温润这样子 然后比较短 它也不会色色的 其实这因为加了腰果之后 孩子也更喜欢吃了 那温沙拉呢 其实在沙拉这道菜 我们融入了我们在地的黑豆 那再来是 因为沙拉我们普遍觉得是 生冷的 但是我们所有的青菜呢 改成有烫过烫过烫穿烫过的 然后所以再加上我们的 很优质的那个鸡肉 在我们新竹县的小孩子呢 其实是非常的幸福了 那它除了呢 有在地的有机菜之外呢 有机生绿色蔬菜之外呢 比如说我们还有在地的水果 比如说我们的琼琳的柑橘 还有我们的尖石的高山的高丽菜 这些其实都在我们的聪明的 营养午餐里面都会出现的 在新的学期呢 我们新竹县的这个教育环境和资源 我们县府又有哪些不一样的推动呢 下一段的节目呢 我们继续来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那么大家常说孩子的教育不能等 的确哦 尤其我们在新竹县 我们的外来人口迁入多 就学人口的这个需求 也就跟着倍增了 那么我们全方位来做 县补今年元旦开始 就把教育处是改制为教育局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了解 新竹县的教育亮点 以及我们要推动的教育政策了 首先我们邀请到新竹县长 杨文科欢迎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再来我们邀请到 是教育部公司力的幼儿园 我们的辅导进化的资深辅导人员 施米熟也就是桑茫老师 现场好主持人好 以及在场关心家庭教育的伙伴们 大家好 接着我们再来欢迎 我们的前胜利国中校长 也就是现任督学黄曾鑫校长 欢迎 主持人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黄曾鑫校长 好 欢迎三位 那么首先我想大家一定都很关注 就是很想知道为什么 我们县府会把这个教育处改制为教育局的县长 是 因为我们新竹县人口不断地成长 那我们的人口成长 可是我们的组织编制并没有增加 所以我们向行政院来争取 结果获得行政院的同意 那为什么要把它改制为教育局呢 那原因第一个 我们府内的这个所有的预算 百分之四十三都是教育局的工作 那这表示工作量是非常的大 那第二个的话是我们的年轻人口多 那年轻人的要求对于教育的改革是非常的殷切 特别是在教育的值跟量方面的要求特别的多 那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特别的来改革一些事情 比如说很多多年来未解决的学校征班的问题 那我们想办好把它解决 然后我们的学区发分 让他们可以就近入学 城乡的差距要拉近 那我们对每个学校里面的这些教学的措施 还有这个教学的环境要大幅的改善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班班有冷气 对 校校有发电 我们都在推动这些事情 所以不管它的工作的量 跟工作的这些值都要提高 那另外我们也大举的来新建这些学校 这些建筑的工程 跟一些我们要拆除重建等等 这些量是非常大 那要怎么样让它改为局的最重要原因 就是行政效率要提高 如果像过去的层层转合 那我想这个就是缓不济实 直接由局长来做裁决 这样的话速度效率都提高 我想综合这些因素之下 我们决定把教育处改为教育局 所以想就是说这个教育的值跟量 我们都相当的重视 所以我们教育处改为教育局 就能够益助人力来增加我们的效率了 那么小毛老师说到这个公共化的教保服务 我们什么样的这个幼儿园所 他可以做这样子的这个转型呢 还有我们这个公共化的这个 这个园所和私立的这个园所来相比啊 在教学在托育上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我们都知道家庭教育是一切的根本 家庭教育只要做得好 我相信一切都不用烦恼 所以政府端出了这一个公共化的一个政策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 第一个就是要再来提升我们学历前幼儿的一个入学的一个比例 另外呢其实就是要挽救我们所谓的扫子化的一个问题 那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家长呢 看得到这一项福利 让他能够安心的生 送到幼儿园呢他能够放心 因为呢里面的教保员呢 都是非常非常有爱心跟耐心 所以这样一个政策呢 其实要打造一个五星级的一个 所谓的公共化的一个教保服务环境 他减轻了家长的一个负担 举例来说好了 他只要一个幼儿 在这个公立幼儿园 学费绝对一个月不超过1500块 那在费力幼儿园里面呢他缺费不超过2500块 所以正好这个口号 0到6岁的孩子国家跟家长一起来养 所以呢他是公私协力 相对的呢家长的家庭呢就能够得力 亲子呢相对的就一定能够满意 那什么样的一个幼儿园呢 能够达到我们所谓的一个公共化教保服务的一个环境里面呢 其实在我的一个图表里面呢有介绍到 我们有分成两种 第一种呢就叫做公立幼儿园 第二种呢就叫做非营利幼儿园 那公立幼儿园呢 其实就是由政府出资 相关的人事费呢都是由政府来做一个编列 非营利幼儿园呢 其实唯一比较不同的呢 就是有类似BOT的一种效益 他是委托给财团法人 或者是公益法人之类的一些合法的一些 社福机构啦 或者是一些财团法人的机构 让他来做这方面的一个营运跟所谓的一个管理 那唯一所比较不同的是呢 托育的一个服务时间呢会比较不一样 那至于呢在课程的一个差别上呢 我这边真的是非常强调 如果家长啊愿意的话 可以把孩子送到公共化的一个教保服务的幼儿园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将来 我们的孩子能够比别人强 不要输在起跑点 能够有比别人更好的一个竞争力 而在这一些公立幼儿园跟非营利幼儿园 这些公共化的教保园所里面 他们所实施的课程 包括了所谓的主题课程 包括了方案课程 包括了所谓的学习区课程 这些课程呢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在打造孩子的一些潜能 我相信有这样的一种开发 在课程上家长一定能够非常非常的放心 因为他已经提早能够认识自己 那么县长我们除了幼儿园之外呢 我们教育推展这部分呢 我们现录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是我们在我一上任的时候 我们订了50个班 那我们第二年的时候就达到了 那现在我们已经规划到113年的时候 我们要规划到248个班 可以容纳6801个元额 我想这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有信心来达成 那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目前在做的事情 是把过去的一些校地 没有办法解决 没有办法扩充的部分 比如竹东奥重国中小 新丰松柏林 还有我们的六家国中 我们都在想办法 把它来解决校地来兴建校舍 那同时我们正在做的是 包含了这个 我们成功国中 我们建了36间教室 那交锋国小胜利国中 都正在兴建 定在今年的9月1号 可以让新生可以入学 那这些是我们正在 进行之中的事情 那另外我们也在拆除这些 旧的这些学校有七所 那我们在 我们也有一些 这个就是耐震补偿的学校 教室 我们也在继续进行 所以这些是我们目前 教育局的一些 重要的一些工作 所以这个硬体建设 我们要建设外呢 在教育的互动上呢 我们要有创新的 这个做法 那么我们县补就最新呢 是推出了这个 智慧校园的APP 我们来看一下 新一段BCL 轻轻拉动 勤工 实兴国小学生 带来小提琴演奏 优美和谐乐声 令众人陶醉 畅通家长 与学校沟通管道 县补智慧校园APP 行动服务 正式启动 让学校端 教育局的行政端 更重要跟家长端 可以 能够接触快速的能够连结起来 那所以这个APP 非常的重要跟实用 12月开始 实行使用之后呢 已经有 67%的家长 已经下载 那我们目标 当然希望快速的能够 推广到全部百分之百的家长 来下载使用 手机点一点 平板滑一滑 在家就能看到 孩子今天学校营养午餐 吃什么 桃竹苗区 首创整合学校行政 与APP行动服务 除了传统纸本联络部 现在家长又多了一个 便利的轻师沟通平台 全县119所国中小 统计到12月 已有6成7的家长下载注册 School加家长APP 拥有包含请假初缺席 学生图书借阅状况 午餐管理和缴学杂费 等10种功能 就算工作再忙碌 家长也能快速掌握 孩子看了什么书 上了什么课 增加亲子互动 或者学校大小活动 也能一目了然 一个家长来说 那我觉得最方便的是 午餐 那我在手机APP上看到 就可以看到学校今天吃什么 菜色怎么样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图书馆小朋友的介入记录 那我可以知道小朋友说 最近在学校借的什么书 那我可以跟他有共通的话题 然后我可以找相关的书籍 一起来阅读 然后跟他做亲子共读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都是蛮好的功能 科技城推智慧校园APP 让爸妈随时上线都能帮孩子请假 签联络簿部 下学期还会开通缴费功能 提升便利服务 也让疫情期间 亲师管道更畅通 好那么这款智慧校园APP 我们刚刚透过影片可以看到 我们算是陶珠苗第一次的首创 那我们从1月开始上线 到目前线内的家长 我们目前是超过了八成都已经下载来使用了 那么这对老师家长和学生来说 校长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个良性的互动 还有哪些的好处呢 是的 这个智慧校园APP的一个系统的建立 一定是会造成我们亲师之间沟通的一个最佳的一个工具 因为那个简洁的一个界面 而且轻松的友善的去操作 那学校的一个讯息 大家都能够随时获得 在整个工作忙碌的一个家长来讲 他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行动的一个服务 可以了解关心孩子们在学校的一个学习 促进了亲子之间的一个沟通 建立亲子之间更加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校园智慧系统 APP的这样子的一个建立 它的实质的内容可以在 不管是孩子们进到学校以后 它的整个的出胎出席的情形 而且他们之间整个课表教学的一个运作 而且他们的健康的护照 甚至成绩的一个了解 都可以透过这样子来了解 同时对学校的一些公告 或者是一个图书馆的一个运用 而且能够午餐的一个管理上面 都可以透过的这样子的一个 即时让家长和学校和老师之间 都能够随时的了解掌控 那同时我们在整个运作的过程当中 家长可以透过所谓的一个电子联络簿 或者是所谓的一个线上的一个缴费 不单单能够达到一个减少他们的一个 所谓一个减碳的一个作用之外 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家长们 可以透过这样一个行动的服务 达到他们的一个便利性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智慧校园APP的一个运作的话 的确会造成我们亲师生之间 有更多的了解和关注和帮助 增加学习的一个效果 所以呢我们刚看到了这样子的这个APP 就是家长老师和师生都可以多一些互动 更能够了解孩子在校的学习状况 那么有关系呢自然呢我们就会有共同的话题 那么小毛老师啊 这样的做法呢是不是也很符合 我们现在倡导的这个亲职照育呢 我们可以给家长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是的 没错 现在的网路啊五眼佛界 再加上孩子呢 都是爸妈心中的一个宝 所以呢他很希望能够及时的了解 孩子在幼儿园里面的一些相关的生活啦 学习上的一些点点滴滴 所以呢透过这种智慧的一种APP呢 我相信不只是可以让家长很清楚的知道 而且呢也能够马上马上的就知道 他的一些学习的状况 是非常非常的及时的 那这些呢就是所谓的亲职教育 那亲职教育呢 父母呢在幼儿园成长的过程中 他所扮演的角色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关键跟重要的 因为他不只是参与者 不只是所谓的协助者 更是所谓的引导者 也是支持者 跟所谓的鼓励者 所以呢在能够了解幼儿园的一些状况呢 他对于他未来的一些学习状况 都是非常非常的好 在杨县长的一个推动 跟支持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最记得新竹县的一个人口的 近千入数啊是全国第一 这跟我们的家庭教育跟亲职教育 做得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我这几年呢 陪着新竹县的家庭教育中心 那我看着他们从无到有 从有到美 这些活动呢都非常非常的吸引 这些家长的参与 因为家长啊最怕就是单打独斗 得不到一些咨询跟窗口 但是呢家庭教育中心办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活动 包括一些亲子的游戏 亲子的体验 所以呢这些亲子活动 我也鼓励家长能够多参加 鼓励家长多参加 最后就是我相信正向啊 绝对会培养一个健康的一个孩子 所以在未来的路途上呢 我也希望说家长能够用鼓励来取代责备 能够用正向的一种教育的方式 我相信孩子会未来越有成就感 越来越有自信 小猫老师今天给了我们好多专业上的建议 我们家长也就是受益良多 那也常常听到有人说 这个孩子呢是看着父母的这个背影在长大的 那么这个看呢 意思呢就是代表着呢 父母呢我们得先做榜样 来给孩子看 做最好的这个身教了 但呢没有人呢一生下来就会做父母 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边做边来学 那么县长我们这部分呢 县不是有相关的这个课程规划 是的我想这个当父亲啊 大家都是慢慢的学了 但是我也不例外 很多人到老的时候 他最后他会觉得说 这个子女没有教养成功 是他的最大的失败 所以我们现在就不要有这样的一个遗憾 那我们教育局这边 就是还没有结婚的 我们有成立青年失误科 那结婚了之后 我们有家庭教育中心 可以帮助他们 也就是按照孩子的不同的一个阶段 跟他必须要教养的一些需求 来规划 我们办了很多亲子的这些教育 让我们的这些年轻的爸妈 可以参与这些活动 那去年来讲 我们就办了173场的这个 亲子之间的一些活动 帮助了很多的年轻人 刚刚肖马老师特别提到了 我们在这方面 我们是下很大的功夫 就让更多的年轻人 到我们新竹县来居住 来一路到我们这边来 那我们新竹县 整个的教育的这种制度 跟教育的品质是大幅的改善 所以我们欢迎所有的年轻朋友 你就到我们新竹县来工作 居住 你一定会发现 这边真的是最幸福健康快乐的新竹县 所以我们从这个生上来 就是怎么样来养 然后再来它变成了学生 我们怎么样来教 都有一系列的这个 亲子教育的课程来帮大家 所以这个从幼儿到成人 我们从软体到硬体 羡慕团队都想到了 就是要让这个教育文化到家庭生活 大家都能够兼顾到 所以我想这也是新竹县成为年轻人 宜居首选的原因 那么我们正朝着宜居乐火的城市来迈进 那么这阵也是我们新竹县的幸福所在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来宾们 来和我们分享我们新竹县交易的推动 谢谢你们 谢谢 那么也谢谢您收看今天的领头羊会客室 我们下次再会咯